这个阿嬷第一次坐飞机 阿嬷就是谈话 就是祖母 第一次坐飞机 她一直望着窗外 突然间她转头问 坐在她旁边的孙子 这个飞机在飞吗 叫孙子讲 在飞啊 阿嬷就讲 她的翅膀怎么没有动 这个孙子回答不出来 其实飞机的飞 能够在空中飞 其实跟什么有关 跟空气有关 跟气有关 今天的人能够佛 所有的众生能够佛 全部跟气有关 全部跟气有关 所以密教啊 第一个重点 他是在修气 他的内法是修这个气 由这个气啊 你可以检查到自己的身体 由气啊 你就可以知道 你身体的力 你身体的力 气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以前有人问佛陀 就问佛啊 生命 在哪个之间 就是一呼 一吸之间 你没有了 你没有了 呼吸 几分钟 没有了 呼吸 你就没有了 所以气是非常重要的 在密教里面 我们现在所讲的 都是讲气 那么心跟气是合一的 什么是心 我们简单讲 就是心灵 跟气是合一的 心气合一 就是禅定 这是任何一个佛教里面 讲心气合一 入最深的禅定 三昧地 三谋地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是 Villa 是一定的 之间 是 是 我 是 感谢观看